当地时间2021年5月9日上午10点 天气晴朗 俄罗斯的莫斯科红场上 三色旗迎风飘扬 这里要举行的是 纪念魏国战争胜利76周年阅兵式 普京大帝面对台下整齐列队的军队 严正发出声明 胜利日对于俄罗斯将永远神圣不可侵犯 许多纳粹主义意识形态 再次试图向世界兜售 那些实施侵略计划 反犹太主义和仇俄情绪的人 不容宽恕和辩解 了解近期俄罗斯局势的人都知道 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近期外交冲突不断升级 外交驱逐战 制裁与反制裁也愈演愈立 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变化 犹如过山车一样反复横跳 先是火速延长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 然后又转过头来指责普京是杀手 一会儿给普京打电话 提建议去办峰会 另一边又扭过头来出台新的制裁措施 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错综复杂 危机四伏 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 大国博弈必然牵扯到多方利益 美国为什么就是不放过俄罗斯 俄美对抗遭殃的会是谁 在此期间 中国又如何应对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的 就是近期的俄美局势 从历史的角度 看看两国关系重启 发展再重启的怪圈 新来的观众朋友 可以先给我们点一个关注 方便您及时查看最新精彩内容 时间来到1991年 这个动荡的年代 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 曾经危震亚欧的大帝国 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俄罗斯作为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大国 继承了一部分遗产 却也丧失了将近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毛雄的实力自然跌入谷底 超级大国的地位也随之分崩离析 虽然在军事上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部分军事基地和武器 但与之前的军事实力自然不能相比 为了坚守这些遗产 保持一支大国军队 俄罗斯与原苏联共和国和西方矛盾四起 比如最近也在闹市的乌克兰 乌克兰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 事关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安全 则是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的唯一栖息地 这就使得乌克兰与俄罗斯产生矛盾顺理成章 乌克兰本来继承了三分之一的苏联军事力量和军工体系 拥有数千枚核弹 数千架战机 数千辆战车 曾是仅次于美俄的全球第三核大国 但是在西方的忽悠下 乌克兰自费武功 放弃了自己的军事核力量 彻彻底底地沦为西方制约俄罗斯的一枚棋子 就像布尔金斯基曾经说的 只要保持对乌克兰的控制 就是失去波罗的海和波兰 俄罗斯依然可以设法 成为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导者 北约和欧盟对于乌克兰的拉拢 被俄罗斯视为对其安全的严重威胁 但是乌克兰投入西方的怀抱 与俄罗斯的关系形同水火 近期还以准备加入北约威胁俄罗斯 俄罗斯不得不腾出手来 狠狠地敲打一下乌克兰 集结25万大军在俄乌边境 将枪口直接对准乌克兰 就连核威慑也都拿出来六个弯 再说说经济方面 分家的十年后 俄罗斯为了经济转型 实施了休克疗法 这对于自家的经济是严重的损害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 又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 导致生产质量大幅度下滑 生产结构也全面简化 无论是普通的消费品还是科技和复杂产品 俄罗斯都高度依赖进口 对于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波动相当的敏感 从帝国继承下来的除了遗产 还有精英式的心态 无论是精英上层阶级 还是普通民众 都对昔日的辉煌充满了自豪 都希望获得昔日所能够受到的尊重 以及国际影响 独立之初 俄罗斯与西方都对双方的关系 有太高的期待 叶利钦曾希望与西方合作 换取西方对于俄罗斯国家利益 和国家自豪的尊重和经济援助 老布什的人也的确给了一点帮助 但是西方的慷慨援助 却建立在被招安者的优越感心理之上的 自然俄罗斯感到深重的挫败感 许多俄罗斯人也感觉被骗 这样有限的援助 仿佛是40瓦的灯泡放在一片黑暗之中 这样的幻想破灭之后 俄罗斯无论上层还是群众 心态都自然会有所变动 无论是对于本国政府还是外国政府 心怀怨愿都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 要求俄罗斯必须要达到世界一级的强国地位 虽说普京上台后 俄罗斯的国情有一定的好转 但是顽疾并没有根治 下面我们来聚焦俄罗斯目前的国情 看到这里的观众可以给我们点一个赞 下面内容更加精彩 普京上台后 俄罗斯的国家经济体系也没有卖入正轨 其主要还是依靠着全球原油和天然气市场 通过售卖能源依赖价格回升换取银子蓄密 政治上美国的主导使得北约步步东扩 从东欧卫星国到南斯拉夫 再到中亚甚至蒙古 美国步步紧逼 俄罗斯的残余势力范围步步缩减 国家安全形势在不断恶化 客观的来说 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经济上 俄罗斯相比西方都处于绝对劣势状态 并不对欧洲和美国构成威胁 从2014年以来 北约在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军事演习 更是不断加强 持续向俄罗斯施压 西方对于俄罗斯的态度 也使得俄罗斯更倾向于 以强硬的方式以应对西方 随着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 俄罗斯的忍耐达到极限 普京大帝于是绝地反击 一方面操纵克里米亚归附 另一方面对乌克兰境内的 反西方武装势力提供支持 西方与俄罗斯的矛盾 被摆上了台面再度激化 而美国为了获取绝对地位 实行霸权政治领导 西方对俄罗斯实行严厉的政治和经济制裁 由于俄罗斯和美国的和平衡仍然存在 两国都不敢贸然地进攻对方 然而双方对于现实的虚构的认知 俄罗斯和西方对于对方的威胁都有夸大 这促使每一方都采取措施 以求遏制另一方的帝国行为 而这样的措施又恰恰印证了 有关各方头脑中最初所虚构的解释 于是敌意日益增强恶性循环 当前美国政府的努力也依旧无法突破 美俄关系重启发展恶化再重启的怪圈 2021年4月15日 美国与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 以及俄罗斯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为由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并且驱逐了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 新一轮的制裁内容 包括美国财政部禁止美国金融机构 参与俄罗斯一系列债券及基金投资 对6家俄罗斯科技公司采取行动 制裁32个实体及个人等 另一边 美国的小弟们也闻风而动 为马首是瞻 波兰、捷克、乌克兰相继加入对俄公式 同日波兰宣布 俄罗斯驻波兰使馆的3名工作人员 是不受欢迎的人 并予以驱逐 17日捷克以俄罗斯情报人员 涉嫌参与爆炸案为理由 驱逐18名俄罗斯外交官 乌克兰更不必说 在美国的撑腰下 直接加强对乌冬两州的军事施压 并于17日 要求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馆的 一名高级外交官 必须从19日起的72小时内 离开乌克兰 一场外交驱逐战就这样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打响 战斗民族俄罗斯也没有示弱 立刻公布多项反制措施 对等驱逐各国外交官 4月2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大帝在发表国情咨文时 还特地发出红线警告 如果挑衅者指引跨越俄方红线 俄方将予以不对称 迅速而坚决的回应 这次交锋 无疑是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 最为激烈的一次 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的梅德维杰夫提出 近年来 俄美关系实际上已经从竞争走向了对抗 本质上两国关系已经重回冷战时期 同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 俄美关系非常相似 而俄美关系从持续下滑到高度紧张 责任完全在每方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要走错一步 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梅德维杰夫强调 这种后果不仅会影响到俄美两国 甚至会把整个世界拖入战争的深渊 的确 美国政府主张以遏制俄罗斯为主的政策 在经济上强化制裁 在原苏联地区 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压制态势 美俄对抗的主旋律仍然继续 独立三十多年来 俄罗斯也认识到 西方并不能真心接纳俄罗斯 不能承认俄罗斯的平等地位 那么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觉醒 就为俄罗斯的外交扩展了极大的回旋余地 俄罗斯抓住契机 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连 加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提高经济互补性 加强能源方面的合作 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只要重视与中国之间的合作 联合中国去应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安全威胁 对于中俄来说 都是可以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方向 任意强大的中国 既可以给予俄罗斯期望的大国尊严 也可以给予俄罗斯出口商品的广阔市场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